但是我是很生气的 就凶了一下婆婆 我说还不是因为你们 又不是你们 她会有那么大的压力吗 如果不是你们 可能就不会走到现在这一步 所以丈夫走了之后 你把这一切都算在了婆婆头上 对 就第二天我就走了 因为我觉得 就是被他们逼的 周围的人说你儿媳妇 把钱卷走了是吧 是 她说 当初我都跟你们走了 她的面相也不好 现在你的儿子要被她开走了 我说你们不要这样子说那些话 我现在都好难受 本来都好难受 当时我姑姑是说 娜娜 你是不是觉得 全世界就你最痛苦 最委屈的就是你 你有没有想过 你的婆婆 其实是最痛苦的那一个人呢 妈 对不起 我当时不应该 以那种态度来对待你们 谢谢你来了 敬请关注 有请主持人 涂美 真情致谢 重新开始 好的 欢迎来到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我是兔雷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 和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本栏目由三合一 新方法养护骨关节 营养无骨比例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重庆南川 金佛山中医院特约播出 参与节目评论 报名参加节目 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 谢谢你来来的抖音号 和快手号 好的 我们接下来认识一下 我们的三位老师 他们分别是 重新卫视主持人 柴子璐 媒体评论人石树思 媒体评论人志玲 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短片 了解一下今天的这个故事 老公去搜我的第二天 我离开了这个家 我从来没有想过 那天因为我的离开 对这个家 造成了如此大的影响 那段时间 所有人都在议论我们家的事情 因为我的离开 我的婆婆 独自一人承受了太多 周围人的风源风雨 如果可以 我下回到那天 我一定不会离开这个家 我会静静地守护在他们身边 妈 对不起 我不该在那时 带着二十万离开 掌声有请今天的 被制线人张梅英 美老师好 你好 三位嘉宾老师好 大家好 请坐 盖州人是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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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宾 今天 儿媳妇来向你道歉 她说那二十万是什么事 是 2020年 爱与芬 我儿子 肝病 去世了 我儿子 他 才满三十岁 肝案 是才满三十岁 才 在二十九号 在医院 去世后 化了 第二天 我媳妇就回娘家去了 她就走了 她要把我儿子 在住院 在那个省下的 这个群 就是二十万左右 要带走了 当时呢 有些亲戚 也说得好 都不好听的话 哦 周围的人说 你儿媳妇 把钱卷走了 是吧 是 她们说得好难听 她说 当初 我都跟你们说了 她的命线也不好 她现在 你的儿子 也被她 开走了 我说 你们不要这样子 说那些话 我现在都好难受 本来都好难受 你就这一个儿子吗 一个儿子 一个女儿 来掌声有请 今天的赤县人 儿媳妇 曾海娜 土雷老师好 三位嘉宾老师好 大家好 我是曾海娜 今年二十八岁 我来自江西干州 请坐 谢谢 你家就你一个孩子吗 我有一个弟弟 VCR的最后一句 说丈夫去世 你给我们描述一下 是哪一年的事 2020年2月份 就是也是春节的时候 当年初三那一天 他那天接到电话 可能要出去上班 当时我就讲 能不能不要出去 因为我们忙到 大年三十那天才回家 我说今天才休息了两天 就过段时间再去 然后他跟我说 现在经济压力比较大 我想出去 早点出去挣钱 初三那天他就去了 去了那天晚上 他回来 他就跟我说 我感觉我身体不舒服 我说怎么不舒服 我胃口很不好 我总感觉想吐 吃不下东西 那我说 那我们就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去看一下 而他还是不肯 总是叫他去他都不肯 就在家里一直 熬了有好几天都是 就吃也吃不下 喝也喝不下 就会吐 后面是实在我是坚持不了 我说一定要去 你再这样下去 如果发生什么大问题 我们全家人都承受不住 10号的早上 很早我就拉他过去 去了医院 走到医院一检查 然后医生说 你必须马上住院 再不住院 你就会从这个悬崖 下面掉下去了 你已经到了悬崖边上了 然后我就 就让他就马上就住院 然后医生就说 必须进行能根肝治疗 做了有五六次的能根肝治后 医生说效果不佳 肯定是要进行肝移植的 你们必须赶紧去 凑到四十万现金来 去寻找这个肝源 当天我是 马上打了电话给我婆婆 我说情况很不理想了 可能要去进行肝移植了 但是我们现在身上也没有钱 看能不能去问亲戚朋友借一下 借到点钱了 去救他一命 把他拉回来 而婆婆确实就去借钱了 但在筹钱过程中 他还是扛不住 就在医院 但是我是很生气的 就凶了一下婆婆 我说还不是因为你们 又不是你们他会有那么大的压力吗 他会这样子被压到 被压到 整个人都是 都是每天紧绷的精神吗 如果不是你们 可能就不会走到现在这一步 从陆院到他离世 只有十九天的时间 他就离开了 就第二天我就走了 因为我觉得就是被他们逼的 搞得压力那么大 但是我没有想过说 就是真正的去离开这个家 只是很生气 就这样子赌气离开了 然后去找孩子 去陪在孩子身边 然后就把那二十万带走 是 那二十万什么钱 住院的时候 说去筹款的时候 婆婆借的 然后剩下的钱 当时你带走的时候 是有意识把他带走的 还是无意识 没有 一直都没有想过 我带走的那二十万 会对他们造成那么多风云风云 让他们推上一个 就是 一个风口上 你刚才说 一直以来都觉得 丈夫离世 是因为压力太大 是婆婆跟公公给的 是 这话怎么说 这个应该是四年前 2017年 十月份的时候 村里打电话给婆婆 说你们回家做房子 可以有补贴 要不要回来一起做 然后村里当时有六七户 邻居都是一起进房子 婆婆当时就 就跟我老公三两 我老公听到之后 就觉得是一个挺好的机会 然后大家也在做 因为我老公他从小 其实是生活很贫穷的 一直是被家里的亲戚 是看不起的 在村里那时候 也是属于比较没有钱的 也有点被看不起 然后正好这个时候 就是大家一起做房子 他就觉得 大家都在做 我们不做 而比我们条件更差的都在做 我们不做的话 就感觉很没有面子 然后加上当时的房子 也确实很破 当时后面 其实是被 那个山体是冲垮了一段的 就下雨的时候 也是会进水 基本上是不能住的 公公婆婆也是 一直很想很想 落叶归根 想到家里做个房子 就再三地考虑之下 我老公还是决定 到家里做房子 钱哪来呢 没钱 没钱怎么修呢 应该是做房子 差不多有一个月后 他跟我说 他借了钱 我说你借了多少钱 他就说我借了四万块钱 是要付利息的 我说你为什么 当时都不跟我商量一下呢 我不是说 不可以你们去做房子 我只是说 过了过几年 等我们经济稍微好一点 我们再回家做 我也理解 你们想到家里 做房子那种心理 但是这几年 我们都经济那么困难 就稍微还几年 为什么不行呢 他当时就说 我的工作 你也知道 差不多一个月 好的时候 万几的时候 也能挣个一两万 就是这钱 也很快就还上 我们花一两年时间 苦一两年时间 也是可以的 但是他们三个人 就回去了 你知道你儿子 借钱修房子吗 当时不知道 去房子的时候 我就问他 你们有没有钱 他说 钱的事你不用管 你们两个老的 就是回家帮忙 就是这个材料 其他的你们都不用管 我就会 我就这样子说 没有钱 就不用修 再修下来 这个房子 要力就太大了 因为一家人要生 但是你儿子还是要修 他是当时大家都在修 我们也是同样的爷爷修 他就这样子说 你是什么工作啊 我当时是在专业公司 做会计的 你是在城里是吧 是 在南看 当时我一直以为 他们回去做房子 只是一两天 就是可能我婆婆会出来 出来帮我带小孩 因为我在上班 我上班的时间 跟跟小孩子读书的时间 是合不到的 小孩子四点钟就会放学 我要六点钟才会下班 中间就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我是没有办法走的 然后小孩子也没有人接 期间老师就会打电话来催 你要赶紧来接小孩 那我又会很担心 我就会偷偷偷地跑出去接 然后被领导撞见过几时 他就说 你这样子工作怎么行 这么早你就出去 而且还把小孩子带过来 然后我当时听了 也确实心里很委屈 因为很忙这样子 有一天晚上 我就记得是 他们应该是在家里 差不多有一个月了 我就打电话给我老公 我就说 你们到底有没有把我当作 你们家里人 我嫁来你们家五年了 这件事情 你到现在都还没有 跟我商量过一次 我说我在外面 你知道是什么情况 我不是在外面玩 我是在外面上班 你们有没有考虑一下我 我上班这样子 多么难堪 天天被老板骂 小孩子多么委屈 每天因为我 早上起得那么早 要赶得去 所以我下午又在学校 说老师的冷眼 你们在家里 还需要那么多人在家里吗 不是公共一个人 在家里就可以 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三个人 都要到家里 留我们三个人 在外面 我们三个人 就不是你们家里人 是不是 就你们三个人 才是一家人 他当时就也是说 我们在家里也不是晚 我们在家里也很辛苦 爸爸妈妈在家里 都没有请小公 所有的活都是自己干 挑杀挑砖这些 有些自己做得了的活 都是自己干 在家里特别累 所以婆婆也没出来 给你带孩子 是吗 没有 那你是几个孩子 我两个孩子 你一个人带两个孩子 是 那时候我一个人带 就有一次 应该是差不多11点多了 他还在工地上上班 当天又下着大雨 然后我女儿就发烧 发烧 我打电话给他 他说他赶不回来 没有办法 这是工地上吹得紧 那孩子发烧到39度 那也没有办法 也脱不得呀 我就骑着电瓶车 穿着衣衣 前面绑一个 后面绑一个 把他们带到医院去 当时心里就想 如果婆婆不让他 去修这个房子的话 可能他就不会那么拼 这个时候 或者婆婆出来 帮我看着一下小孩 我就不用前面一个 后面一个绑的去医院 当时觉得就 心里很难受吧 很无助很无助 不知道该怎么办 18年的时候 我就怀孕了 然后我婆婆就说 要么你干脆就不要去上班了吧 你就到家里 但是我其实是不想 我不想生的 我很不想生 我也不想辞职 我想上班 但他们一直说 特别是我老公 一直说生吧生吧 没关系的 他会努力 他会承担这个家庭 我是十分爱我的老公 但他这么说 我是就不冷心再去坚持 那我就生下来 但是我公公婆婆又在家里 我老公又特别特别忙 我一个人带三个小孩 你是在县里还是在村里 我家也是在县里面 所以你难道不清楚 在村里边修一套房子 它的意义是什么 其实不太知道 连我都知道 其实在村里面修一套房子 真的是在乎于 这户人家在这个村里的面子 地位 对 是吧 所以就算有些人 就是咬掉牙往杜里燕 就是没钱也要修的 但是我不是说反对 很反对他修房子 不让他修 我的意思是 能不能还几年来 让我们压力没有那么大 因为他的事业 也是才刚刚起步 而且我们小孩子又那么小 所以说 这个修房子 没有什么对或不对 应该是量力而为 你生气的是这一点 但是你主要生气的 不是你老公 你觉得这件事情 从始至终修房的这事 是你婆婆和公公唆使的 而不是你老公自己要干 对吧 我当时是这么以为 一开始我总以为 他很孝顺很孝顺的人 只要是父母说的话 他都会去听 他不会管后果是怎么样 但是他就觉得一定要孝顺 你那房子修了多久吗 差不多两年 这总共修了多少钱 差不多有三十多万 你一年挣多少钱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 才三千多一个月 他呢 他是做搞挖金的码 他好的时候可以有一两万 也就是说你们一年最多 也挣个十来万块钱 最多 这是你们三年的收入 嗯 对 那时候都就很拼 早上很早 五六点就会出门 到了晚上四一二点才会回来 因为忙呀 希望多挣点钱呀 赶紧把这个债务还掉去呀 19年的时候 他跟我说 身体有一点不舒服 就每天总感觉很累很累 那我说你就稍微休息一下吧 不要去上班 休息个两三天 他当时也不肯 他就说 没休息一天 一天就没有收入 那少挣一天的钱 我们就 全家人就要多苦一天 我不如自己 我自己一个人去多辛苦一天 让你们过上更好一点的日子 他就没有休息 所以丈夫走了之后 你把这一切都算在了婆婆头上 对 我觉得 如果他没有那么大的压力的话 他不会那么拼 不会这样子没日没夜的去挣钱 不会压力那么大 也许就可以有晚辉的余地 我才二十多岁 我要带着几个孩子 我还要还债 我这一辈子 该怎么过下去 以后的路 以后的路 就靠我一个人走 婆婆还有公公 有公公陪着 我有谁陪 我当时就很绝望 很绝望 就是觉得 就是因为他们造就了 让我现在的人生 让我现在一个人那么孤单 所以当时确实 是也没有多考虑到 他们的感受 当时我从家里走了之后 我婆婆打了电话 打了个电话给我妈妈 她就说 现在那是什么情况 她的心情怎么样 在家里怎么样 过得还好吗 如果她有什么想法 你可以跟我们讲 我们都理解她 她想去做什么 我们都支持她 如果她还想去寻找 新的感情的话 我也支持她 小孩子不用担心 我会去照顾好 几个小孩都可以 由他们来带 她就放心地 去寻找她的幸福 当时我听到这个话 我特别地感动 因为在那个节骨眼 每个人都是在 很伤心很伤心的时候 她还能替我去着想 还能来去询问我 我的情况如何 我的当时的心情如何 当时我是没有想到的 因为我也没有打电话给她 她打电话给我 我反而不接 当时心里确实很感动 但是也很内疚 觉得自己用这种 这种态度来对待他们 你婆婆在你嫁进 他们家的时候 对你好吗 好啊 对我很好 但是我跟我老公认识的时候 是11年的时候认识 当时是在一个机械公司 她是那机械公司的挖机手 然后我是那里的文员 而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 就路过她家里 但我没有想到的是 是当时我婆婆是 跟着我老公一起出来了 但是我在远远地看着我 我婆婆 她那个笑容很参了 很参了 就很开心 一走到我身边 就挽着我说 来进家里坐吧 去了 她发现桌子上 全都是我爱吃的菜 然后我就 我就问我老公 我说 这不是阿姨问了你 我喜欢吃什么菜 她说是 所以我妈都是 全部煮的都是 你喜欢吃的菜 当时我们结完婚的时候 我们是住在工地上的 因为公公婆婆的工作 是在工地上 当时婆婆跟公公 是住了一个保安室 我也是为了 就全家人能够在一起 我也选择了 跟他们一起住工地 但他们为了 我能住得舒服一点 就把保安室让出来 他们就去了工地上 用木板打了一个公棚 住在里面 那个公棚基本上是 下雨就落雨 吹风就是刮风 就里面相当于 睡在室外一样 有时候像那些蛇啊 鼠老鼠啊 都会跑进去 但是他为了 让我住得更舒服一点 他们去住那个房间 我是特别特别感动的 因为真的是 很少有人能做到 对自己的媳妇那么好 全身心地去为媳妇 宁愿自己去受苦 我是一直是 很感谢婆婆的 坐月子的时候 我娘家是没有人过来的 也是我婆婆 但是我记得是 在产房里的时候 很痛很痛 痛得我真的受不了 我就抓着我婆婆的手 我说我太痛了 我受不了了 但是我婆婆就说 我的女儿呀 我知道你很痛 生孩子是很痛 但是我替不了你 如果替得了你 我所有的东西 我都会替掉你去 我不会让你们那么难受 生完的时候 就婆婆一个人照顾我 照顾孩子 照顾我 为我擦洗伤口 喂我吃饭 我就生完之后就起不来 起不来也是 婆婆扶着我 抱着我吃 喂我吃饭 但是心里特别的感动 因为我觉得从来没有一个人 这样子去去喂过我 没有这样单独去 全部为我着想 你的童年不好吗 我从小是生活在一个 留守儿童家庭 从小我的父母 都是在外面打工 我 就在八岁以前 都是跟着爷爷奶奶的 然后从小就被同龄人 被村里人 吵笑是一个没爸没妈的孩子 然后在 在我八岁那一年 我妈妈就生下了我的弟弟 就是我妈妈留在家里 并没有给我什么母爱 而是让我更加的难受 因为她所有的 所有的目光 都是在我弟弟的身上 只爱着弟弟 感觉眼里根本就没有我 就有一次 记忆特别深的时候 就是我上五年级的时候 我们一起约定好去 集市上去赶集 然后我就很开心 我说终于可以跟 爸爸妈妈一起出去了 但是我没有想到是 他们三个人 共一辆自行车出去 我当时我就 我就很气愤地跟我爸爸说 为什么爸爸妈妈 两个人都只爱弟弟 不能分一个给我 难道我就不是你们亲生的吗 所以你的婆婆对你好 弥补了你一种母爱 对 那你应该跟她好好处 可能是一直 就是一直在享受她对我的那种好 一直都是她在付出 所有的事情都在付出 然后到了那一刻 他们要去去瞒的时候 我就心里落差特别大吧 为什么对她这么好 就是我以前也是 在我根根婆婆家呢 也是好辛苦 也是好辛苦 然后我想一下 他们结婚了 我就不让她修苦了 我就一定要什么苦都要自己 我就这样子想 你哪一天回的婆婆家 3月15号 因为我老公火化的那段时间是疫情 然后墓地没有开放 当时是3月15号的时候 墓地就打电话给我 说这边墓地已经开放了 你可以过来就是 办理一下后续的事情 我就想了一下 确实应该要回来 带着孩子跟他们见一见 因为他们也很久没有见孩子了 我就回来了 回来了去处理这些事情 就把孩子留在公公婆婆面前 把钱带回来了吗 带回来了 当时你对这些留言还不清楚 不知道 我婆婆一直没有跟我说过 那你回来之后跟婆婆的关系怎么样 就我老公下站之后 下站之后第三天我是去了上班的 我是直接去上班 就去一个工地找了份工作 我是白天上班 晚上我回来 我基本上是不理他的 也不跟他说话 也不看他 也不叫他 就心里还是有那种埋怨在吧 就我老公去世 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了 那时候银行吹款的电话 就打到了我婆婆那里 就是说我老公欠下了 差不多有20万的信用卡 那个时候你20万还没拿出来吗 当时借的20万 就是在处理完我老公的事情之后 就问谁借的 我就原路返回了一些 都还回去了 但是还有一部分 还剩下一部分就 在医疗花的钱就没有还 所以我们身上是没有钱 来还信用卡的钱 当时我也没有跟我婆婆说 因为跟他们说 他们也解决不了 反而我觉得跟他们说 他肯定也会来责怪我 我也不想跟他们说 后面是银行打电话 打了给我婆婆 她说欠了有20万的信用卡 但是我婆婆是很气愤 她只是知道压力很大 欠了一点点钱 但是她不知道欠了那么多 我婆婆就说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如果你早一点告诉我们的话 也许也不会走到 现在这个地步 也许我们当时就会停掉去 到现在人又没了 钱又欠了 你让我们日子怎么过下去 你自己的日子怎么过下去 但是我也是回她 还不是你们 如果不是你们的话 我自己欠那么多钱吗 至于她欠下那么多钱吗 到现在你看我怎么走下去 我三个小孩子 我要怎么办 我还要还债 我还要养小孩 我的工作 我只能挣这么一点点 所以当银行来催债电话之后 你们俩发生了激烈的症状 对 后面我是有几天不跟她讲话 然后婆婆就也是 还是反过来劝我 她说那你不要担心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 那我们就卖房子吧 把房子卖掉去 还掉这个债务去 不要让你压力太大了 因为其实当时我的心里是 一直是埋怨他们的 后面她这样子跟我说 我觉得她竟然愿意拿出房子来 就是替我打算 让我不要那么大的压力 生活权势 我觉得很感动 说实在话 真的我如果说这四方 我妈妈身上 我妈妈不会这样子对我 然后我觉得在那个时候 她儿子已经失去了 别人的留业非语当中 你儿媳妇才二十多岁 那肯定是会离开这个家庭的 你们要抓住自己的财产 不要让她骗走了你们的 当时婆婆也是回怼了他们 就是说她是什么人 我是知道的 她在我们身边这么多年 我也看出了她的孝顺 然后当时舅婆婆说 说要卖房吗 其实在婚前 就是我们结婚那一年 婆婆是买了一套小产权房的 15年的时候 婆婆是为我们买了一套房 就是他们打两分工 为我们买了一套房 就写在我跟我老公的名下 我婆婆是思想 把那一套房卖掉去 我婆婆当时就说 如果把我的房子卖掉了 我名下是没有任何的东西 没有任何财产 但是婆婆就说 看能不能写一份协议 把他们名下那套房 也写到我这里来 就不至于让我觉得一无所有 让心更安定的 你真的不怕这儿媳妇 将来一旦再婚 这些所有财产 都会留给别人之手 不怕 你觉得愧对于他 我就愧见了他 因为我儿子现在 其实了 他那么年轻 我有他的自由 他要是再找一个你 你难受吗 我当时难受是难受 我愧要支持他 除了婆婆要卖房子 给你还债这点事情 打动了你之外 还有什么原因是促使你想明白了这事 就有一天我姑姑 我姑姑来来找我 就是来陪我 当时我就跟我姑姑埋怨 我说我婆婆 每天都知道哭 总是哭 总是哭 甚至我在当她的面 我都说 有什么好哭的 你每天哭 每天哭 然后当时我姑姑是说 娜娜 你是不是觉得 全世界就你最痛苦 最委屈的就是你 你有没有想过 你的婆婆 其实是最痛苦的那一个人呢 因为她失去了儿子 她是永远永远地失去了 而你是有机会再改变的 你可以通过时间去化解 或者你可以通过 找寻下一段感情 就你现在说 可能没有这方面想法 但是过十年呢 之后你会不会有这种想法 就你的改变 可以淡化你这种痛苦 但是你的婆婆 她永远都不会再淡化 而会随着她的年龄 随着时间的过去 会越来越深 越来越来让她感到痛苦 当时我姑姑说的话 确实很触动我 我就自己回想了一下 这些事情 我婆婆对我那么好 她一直以来 我不管怎么对她 她都是一如今晚地 对我那么好 而我是用那种 冷漠的态度对她 就连她跟我说话 我都不理她 心里就特别地内疚 觉得你很对不起她 不应该用那种态度去对她 而且当时她也是很痛苦的 是你要到这来的对吧 对 因为我想把这段愧疚告诉她 就让大家见证一下 我想要把这个家庭带来越来越好 就一直陪伴她在他们身边 你想把这些事告诉给那些流言蜚语的人 听是吗 对 我想告诉他们 我不是他们眼中的那种人 我会就是努力地把这个家撑起来 告诉他们我老公没有起错了 当我看到婆婆就为了我们 有时候她会起早堂黑的跑出去 就是在家里种的菜她会去卖 然后我看到婆婆这种付出 我为什么不能振作起来 而且我不应该把这种怨恨 怨恨在他们身上 就是我老公去世 不是说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可能又是多方面的原因 然后我也看到了她的辛苦 我就决定辞掉工地上那种稳定的文员 我就去找了一个在线教育的网络推广 做销售 就是星期天我是休息 休息我就会带着婆婆去 我们自己在家做好的那个鸡爪呀 那个甜点呀 还有包一些鲜花 我就带着婆婆去 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去摆摊 我还会领一些手工回到家里来做 我就劝解婆婆 我说我们这么努力 我只要你们开心一点 就尽快把这件事情跨过去 我们全家齐心协力 一定能把这个家庭过好的 也一定能在亲戚朋友面前抬起头来的 而且我会陪着你们 永远永远地陪着你们 你们不用担心 也不用担心以后老了之后没有人养老 我是会给你们养老的 你们最主要的就现在 就是开心一点 努力的事情就交给我 赚钱的事情交给我就好 我会去赚钱 你们就在家里安心一点就行 你刚才所说的这番话让我很感动 我说句实在话 一个女生就是因为爱自己的男人 所以愿意去承担两个老人的生活 带着三个孩子 我不管你能做多长时间 你有这样的想法 已经让我感觉对你肃然起敬 我觉得你很善良 好吧 来我们来听听三位老师 他们的感受到底是什么 一个失去了丈夫自己最能依靠的人 一个失去了儿子这一辈子最爱的一个人 但是让我感到很欣慰的是 你们今天在这里 又逐渐地在走出这场灾难 带给你们的这种痛苦 而且没有走散掉 我觉得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其实伯伯也很坚强 他其实有很多的理由 也像你一样去发泄 但是他没有 是因为他觉得 家里有三个孙子 还有你 这一个他把你视为女儿的媳妇 需要靠他来支撑住 如果他也跟你一样这么崩溃的话 那这个家真的散了 我觉得正是因为婆婆的这一份坚强吧 所以你才能熬过来 所以你才能熬过你最难挨的日子 现在逐渐地也变得坚强起来 是他给了你很大的一部分的力量 所以你们这一家人没有走散 我觉得很欣慰 祝福你们的日子越过越好 永远这样相亲相爱 谢谢你们来了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海娜 人为什么要打肿脸冲胖子 为什么一定要活在 别人的眼光和话语当中 如果不是这样 也许这些都不会发生 对吗 其实如果你丈夫不是一定要在众人面前争那个面子 去非得要修建这个老房子 其实你们原本是可以过得很简单很幸福 所以说永远不要为了他们活着 当初这个家庭悲剧怎么来的 不就是老为了活给别人看 把自己搞得像现在的样子吗 所以说咱们一定再也不能重蹈固辙了 就是过好自己的日子 还是那句话 为自己而活 所以我想你们今天是已经有了这样的想法才来的 那么我觉得无论是你们自己也好 还是对天下所有人都应该反思这一点 明白这一点 别为了别人的那种没有什么价值的赞美和认可 把自己的生活折腾得不成样子 所以这件事 我觉得你们给大家带来了很高的价值 谢谢你们来了 谢谢老师 我希望你的孩子有机会在你的 你们的努力下能够走出乡村 看到更大的世界 一定要把孩子培养成人 其实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取决你眼睛能看得有多远 有多宽阔 咱们一起为努力 为下一代人活得更好 不再像儿子那样 仅仅仅为了争一口气 赌一口气 就把命打上 我希望你们今天来到重庆 就为一种观念的改变迈出 崭新的一步 然后该夸夸处处不好 婆媳是天敌 今天不是有一对婆媳吗 拆都拆不散 为啥呀 老太太善良啊 儿媳妇善良啊 厚道人 第二一个 你们证明了世间真的有一种 让人特别感人至深的那种情分在 他爱他儿子 你爱你的老公 而且是爱到骨头里去了 这就是你们婆媳的桥梁 这是我们社会特珍贵的东西 令我们感动的纯真的东西 人性本来善良的东西 我希望你们能够守住 记住今天的承诺 你点头了 三个孩子 让他看到更大的世界 这个社会 因此感谢你 谢谢你们的来临 祝你们幸福 谢谢老师 接下来有什么话 就直接对你婆婆说吧 好吧 来 谢谢你来了 妈 对不起 我当时不应该以那种态度来对待你们 而且还把这种怨恨撒在你们身上 现在我也明白了 我所做的一切也很伤你们的心 希望你不计前嫌 以后我们全家齐心协力 努力向上 我们一定会把日子过得更好的 会越来越好的 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去过我们自己喜欢的日子 不要再去在乎别人的眼光 找到我们自己最舒适的生活状态 来迎接未来 现在我的儿子不在了 你还在我们家那么努力 那么看得起我们 还带着几个小孩上班 还是我亏敬了你 这些话就不要再去说 我们以后的日子就是急急向上 一起走出这个悲痛 我要支持 一起加油 我们来看看他送给婆婆的礼物试试 本节目由三合一新方法 养护骨关节 营养无骨比例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重庆南川金佛山中医院特约播出 我给婆婆送了一条裙子 然后我是想给婆婆 就是穿得漂亮一点 然后心情也跟衣服一样 都是美美的 每天都能开心一点快乐一点 我们全家人也是能够高兴地生活每一天 我希望我什么是支持你 一起加油 这是我应该做的没事 好 谢谢 如果此时此刻面对的镜头 那头是你的丈夫 你最想说什么 老公 如果你看得到我们的话 我想你一定会很欣慰吧 你那么爱的母亲 我会我照顾得那么好 你那么爱的儿子 我也照顾得很好 接下来也是请你放心 我们都会生活得很好 我也会把他们照顾得很好 把这个家照顾得很好 会越来越好 是 因为我相信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的 好 祝福你们 来 再见 谢谢 本节目由三合一新方法 养护骨关节 营养无骨比例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重庆南川金博山中医院特约播出 妈 对不起 我们全家能够高兴地生活每一天 所以其实一个人走是毫无预兆的 但是活下来的人还要面对一切 我们每个人的生存都有一定的力量在支撑着你 对他们两人来说 就是儿子的寄托 还有孙子们的成长 希望他们都能够看到这个家庭越来越好 好的 如果你也有对不起或感谢的话想要诉说 也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你的故事 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